还有上学的妹妹要照顾 身上单字那么重 但还是充当我们所有人的开心果 我还想起 想起她进国安的第一天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做这行 她跟我说 她想做英雄 我当时 我当时还笑话她 是不是从小到大警匪便看得太多了 她说 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 旅行着保卫国家安全 守护国家利益的职责 我们很平凡 不必为人所知 英雄只是一种名声 每一个国安战士 都是无名的英雄 她跟我说 她想做无名的英雄 她不只是无名英雄 至少我们会永远记住她 忙成要告诉我们 马适 我们一定要抓住重蕾 得多某一个交代 一定 我 just 准备好了 说说吧 报告前厅 结合昨天的情况来看 程雷就算冒着被击毙的风险 也要带走数据戏盘 说明完成交易 对他来说很重要 也说明他自以为 还没有到达走投无路的地步 外星的是 杜猛击中了数据戏盘 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担心 数据会泄露 子萱 你认为程雷 能修复戏盘吗 根据描述 程雷如果没有专业的技术 和设备 不太可能将其修复 这块数据戏盘 是程雷逃命的船票 怎么说 以程雷的能力 应该已经猜到了 他靠自己不可能逃走 至少也需要 别人的掩护和接应 而且他的身份暴露 已经成为妻子 现在唯一能当作筹码的 就是这套数据 金天宇 乔西川的共词 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报 进行分析 乔西川透露 杰弗里 是受雇于赫尔莫斯集团 我们之前也掌握了 大量的犯罪证据 都指向赫尔莫斯集团 您之前也提过 相关部门一直在 给赫尔莫斯集团施压 这完全是因为杰弗里的 一系列动作所导致的 所以赫尔莫斯集团 不会轻易放过他 那就是说 陈雷和杰弗里 他们面临的情况 是一样的 如果拿不到数据 就摆脱不了麻烦 可是 杰弗里完全可以派一个人 来接引出来 没必要非得亲自来吧 承雷现在已经是 惊弓之鸟了 他不会相信任何人的 所以我认为 他一定会让杰弗里 亲自出马 看来 你们确实是做好准备了 两个小时之前 承雷盗走了一辆社会车辆 现在正往东北方向套窜 东北方向 他要回双清 就目前的情形看案很有可能 现在省厅和市局的同志 正在进行追踪 我还以为这小子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 没想到他还挺淡定的 这个人 太狂了 他狂不了多久 我们一定会抓到他 用猛作完成心愿 对 一定让他复发 我议定了最快的航班 你们直接费到方亲 明白 还有 杜猛的牺牲 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责任 我想提醒你们的是 一切要以任务为重 虽然是和平时期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进入国安 开始从事侦查工作的时候 心里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要记住 只有胜利完成任务 牺牲才有意义 才能告慰 牺牲的占有 明白 我先买两杯咖啡 不用了 着急 没什么 怎么做 那对 来 孟哥 孟哥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他跟宋局在一起 晚点就到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贺子萱总部来的 你等一下带他到控制室